给人的绝对的态度 当然在嘎句教派以大宝法王为标准 每一位修行者都变成大宝法王的这种态度 可能我们做不到 但至少那种心态要让别人感受到 你真是为了这个众生很努力 那至少悲心是很容易做的 悲心是大家都会的 我关爱你 我承担你的苦 这个要很明确的表达出来 讲到空性可能有一点困难 但是讲到这种悲心 那悲心就是什么 对爸爸妈妈的思念 报恩 就像各位看过影片 大宝法王在想着他西藏的父母 他真想能够回去看他的父母 同样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学 当我们去面对到任何生命 不分宗教 不分外表 我们都要表现出 你就是我爸爸妈妈的这种迫切 想要去关怀你 当然有时候在像我 因为我英文不是很流利 我表达的不好 那是从心里面 我必须告诉自己 今天有一个人走到我面前 我都必须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就像每天都回向我妈妈 回向我爸爸一样的 去供养给对方 而且希望对方 哪一天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能够开发他的佛性空性 能够成佛 他这么努力在读书 他这么努力在工作 他这么努力在经营 世间的家庭事业 希望他这个努力 一定要正确的方向 如果努力是一种执着 有一个成功 凸显自己 他这个努力最后就是痛苦 因为得不到 你得到了天下 却失去了自己 这句话在记着 你得到了天下 却失去了你自己 你得到了男人 却失去你自己 这样比较讲的比较快 你得到你的爱情 你更迷失你自己 更痛苦 所以当然不是说 各位要去放弃他 而是说 你要把这种 占有自私的感情 变成一种慈悲 去关怀对方 没有痛苦的爱情 可以去追求 有痛苦的爱情 不要傻了 不要跳下去了 苦海无边 那之所以有痛苦 那是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无名 所以这一点要自己 不断地分析 自己的心态 在什么阶段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人 毕竟是人 看不清楚自己 所以佛陀教无名 所以我们要有良师 亦有好的老师 好的朋友 在旁边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所以我刚刚讲了 惭愧心 那各位一定要谦虚 问人家 就像我现在在演讲 我有问听的人 或是他们 师父我有看到你演讲的片子 我马上问 里面哪里可以再更好 讲的内容吗 语气吗 眼神吗 后面的布幕吗 有哪里可以更好 你要帮助我 这才是对我最好的供养 因为我在追求圆满 希望别人 这个是假的 你看到那个片子才是真的 那这个片子 能不能够透过这个片子 让对方对佛法 能够很喜欢 但这里面我必须分析自己 我是很希望别人 看到海涛法师的DVD 还是很希望别人 听闻佛法而离苦 这样 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 那各位 我们必须要很谦虚 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为了要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你要跟人和的来 不能虚伪 不能虚伪 就是说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完 那你家的事 就是个嘴巴上的关怀 没有心里面的关心 那你要让别人觉得 你真心的关心对方 而且 我希望对你有好处 有些话都虽然不能讲 但是内心回向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是真实的修行者 你只要碰到一位法师 或是你觉得他 他好像比我修行好 你要合掌 甚至顶礼 请你告诉我 也观察我 然后呢 有时间你要让他多观察你 看看你 我哪里有问题 我可以在进步的 像我这个人 我有时候会比较鸡婆 我一看到我就会跟他说 不过我都是点一下 嘿 不要交男朋友咯 后面就是会很痛苦 不好意思讲而已 嘿 如何脾气 多微笑一点 会好一点哦 以后你不笑会很倒霉 这是不好意思说 但是你不能不跟他说 不跟他说 不慈悲 但是当然往往 有时候我跟对方讲 对方好像听懂意思了 问题也来了 他就不高兴了 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所以在这一点 要有很大的观察的空间 因缘合合 适当的时间 跟对方说了 而且在对方可以接受的状态 跟对方说 我这样说的意思来 念一下 认识烦恼 认识众生 修行就不离开 了解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 了解别人的问题在哪里 了解自己的问题 应该叫智慧吧 以这个为原则 了解对方的痛苦 叫慈悲吧 那因为了解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 去亲近每一位祖师大德 所以各位看到 每一个祖师大德 每一张佛像表的法 你要这样念来 哄阿哄 就是说 把这一尊佛 或这一部经典 或这个仪轨的 所有的精髓 融入到自己 愿我能够得到这个法 去帮助别人 有些人是很想要得到这个法 但是他没有要帮助别人 他只是说 我来修这个法 我修到一个阶段 代表我努力了 但是他没有一个悲心 但是你没有去帮助别人 你就得不到这个法 这样记住 你越道出去 你才越有空性 你把这个法 垄断在你手上 那你就 没有办法去 得到空性 因为这个空性是 要有无量的悲心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承受众生的苦难 那你才能够达到 无我 完全了解的阶段 所以 时时刻刻 祈求三宝 上师的加持 时时刻刻 不离开对众生的 悲心的连结 所以我很希望 比如说一个佛堂 这边贴的是 佛菩萨的形象 这边贴的是 地狱 恶鬼 爱之病 喝醉酒的 吸毒的 这些世间的苦难 叙利亚 海地 非洲 贴在这边 我们是中间者 我们要为 这些受苦的众生 来追求 臣服 乃至以修行的过程 愿意所修 主公的 为利众生 愿成佛 要把它 化为一个 一个实修的连接点 而且 一手抓的 他们不能放 他们好苦 一手抓的 佛菩萨不能放 没有佛的加持 就没办法 帮助受苦的众生 所以为了要把 佛的圆满的力量 帮助受苦的众生 我不能有分别 这叫空性 我要保持在 没有分别 没有烦恼的状态里面 来修仪轨 所以当我们 还没有正的空性 我们要修了 叫相对 菩提 就是说你要有对劲 现在你的妈妈 正在流血 痛啊痛啊 儿子啊 救我 你很急 你很急 那时候 你要更安定 更有空性了 才能够 把佛菩萨的力量 透过你的 加上你的功德 布施给受苦的妈妈 而且要随时保持在这个状态 不能放松 不能休息 不能想要喘一口气 这个叫密秤 金刚秤 就是保持在连续不断的 不能够离开空性 大背心 菩提心的状态 叫金刚秤 离开菩提心 就会堕落地狱 离开菩提心 就会 没办法呼吸 所以修仪轨的时候 要很认真 但是我必须再提醒 不能活在 只修仪轨 不能一直停留 在修仪轨 就是修行 我们现在在修仪轨 外面公园 有这么多人在受苦 他们正在野餐烤肉 放音乐要跳舞 因为他认为那是快乐 他在满足欲望 他在间接直接杀生 我必须讲一个真相 一只牛 一只鸡 被杀死以后 这七天之内 时时刻刻都在痛 你在尖它 吵它 咬它的时候 它这种痛没办法形容 七天之内 至少七天 但是我们人类认为 反正它死了 我买过来 上面有个人写说 这一只牛已经死了七天 我看你也不买了 因为你希望新鲜的 好的 但是你再想一下 问题是它都痛啊 那如果说 你这个基本的戒律 所谓道德 都把它不管了 我吃肉 我在这边玩 那我也很想修行仪轨 那这样 这个佛法 就等于你的一个四号而已 按摩 酸呢 我就按摩按摩一下 meditation一下 清静一下 然后我继续去玩吧 所以如果你开始 真的修行的时候 你会有挣扎 为什么 我有男朋友 我有太太 那我要修行 那我怎么修呢 我怎么办呢 我很痛苦 因为你开始有出离心了 你没有出离心 怎么修大悲心 那你有出离心 你怎么还在爱你的太太 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儿子 爱你的事业 那如果你用这种想法 在修行 那只能说修福报 佛教只是一个信仰 我来拜拜 希望发财一点 我供养上师多一点 然后我就告诉上师 我要成立新的公司 你赶快加持一下 因为你只是把佛教 当作一种交换 但是佛教还是有这个因果的 力量的 你今天为了发财 去供养上师 去供养还是可以的 会有福报的 但是还不是大乘佛教吧 如果你真心的要修大乘佛教 或是各位你已经进入 我是密乘 我是修藏传佛教了 那你连前面那个 都没资格谈的 不能为了世间的欲望满足 因为我们已经在修 菩提心的教法 我们愿意接受灌顶了 灌顶是一种责任 就像一个国王 把他的帽子特权交给你 就是把这个国家交给你 这个叫灌顶 那你现在不能为自己了 你现在要保护的是 整个国家的安全 所以你要把这个法 很认真的接下来 那目的呢 不是发挥在身上 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这个法 因为这个法 他才能够离苦 所以要很积极的 去推广 推广这个法 就像我去接受天台中的传承 以后 菩提心 你要负责把这个天台中的传承 无量的传下去 这个法不能断在你身上 当然我们要去了解 天台中是什么 然后呢 自己又修得不好 但是有惭愧心 但至少又很急 怎么办 去推动 因为你拿到药了 你不能放在你口袋 所以 我今天讲了 比较乱 但是下午啊 如果有时间 我认为 大家可以 举手 大家讨论讨论 但是佛教里面 修行的 次第 乃至他的精髓 还是不离开 再来相信因果 第二个 初离轮回的决心 再来 生起对众生 如母亲的大悲心 有了这个大悲心 唯有 成佛才能够真实利益重生 而发起菩提心 那有了菩提心 如何圆满菩提心 那各位 你叫 断除我职 累积之良 所以你要修 六波罗蜜 十波罗蜜 这个布施慈戒 然后修了 波罗蜜 你要功德 要资粮够 你想能够 正入空性 意思是说 如果你世间福报都没有 那你怎么正入空性 那空性的目的是要让你有正确的方法 去成佛 那你才知道什么叫 善巧方便 愿什么发愿 如何累积 各种的力量 那最后你要圆满的是 佛陀的智慧 那能够这样 那你才能够真实的去帮助众生 那所以要把我们的生活 就不离开六度波罗蜜 跟四色法 就是说 平常就要开始 面对各种生命 你叫布施 你要爱与 你要接近他 你要做他的人格模范 你要能够同情他的苦 那透过这个 所以我今天讲的意思 以仪轨理论作原则 我们要在人群众生里面完成这个 你没有透过很多 很多人是非 和世间的各种的变化无常的痛苦 我们就不能够累积质量 就像没有痛 这个扎针没有扎到你的痛处 那就不能消除你的痛 那要累积大背心 必须要接触痛苦的众生 而且感受到这个痛苦 像自己的母亲 儿子的痛苦 要一直告诉自己 要达到那个阶段 我们不能说 修行虽然是世间人 没有在修行 他在吃喝玩乐 那我们是修行者 那我就讨厌这个世间 我就经常静静的在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发觉 很多人很喜欢追求静静的地方 一个别墅 后面有一个花园 跟别人保留自己的空间 那这样说要来修悲心 修波罗密是不可能的 修波罗密要把围墙拆掉 然后每天跟他一起吃饭 因为你要去接近他 因为你没有接近众生 你没办法修波罗密 没办法在他身上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所以 那越伦敦 人越多的地方 苦难越多的地方 变化无常越多的地方 才是我们修行最好的住院 当然每个人都很喜欢 追求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这样就可以 好好的修行打坐 但是佛造所讲的安静 是内心的安静 就是说外表怎么乱 你内心要保持平静 那可以 世间的安静 那是个假象 那是骗你的 所以我师父说 要打坐要到市场去打坐 吵吵闹闹你心不吵 对吵吵闹闹产生悲心 所以每一个佛成佛的目的 是要来轮回 以轮回做他的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十方出佛净土 是一个暂时的方便 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来轮回 因为我们来轮回自己就会被轮回走了 哎呦 那个好帅 那个好美 那个好好吃 特别吃 这个吃 各位还是要修修南传佛教 他们吃的东西都把它当做大便 那我们还把素食研究得很好吃 来满足欲望 那是为了度众生 因为这个众生他喜欢吃肉 结果我煮的素食呢 比你肉还好吃 至少还可以暂时替代一下 所以满足你嘴巴的欲望 又不让你吃肉 但是如果吃是在研究如何好吃 那也就没有处理性 那这一点我们要去探讨 那自己虽然在世间法 但是不会在这个世间被他污染 就像我是个男生 有时候来听歌的都是女生 那有时候他看我一眼 我看到情人的眼睛 那我马上 你要提醒 不是讨厌对方 而是说 这个里面很苦 很苦 因为我已经被描述过了 我记得我出家 我跟我讲过两三年 我回到我俗家附近的公园 我眼睛都真的很大 我在找我儿子在哪里 一方面很怕看到我太太 二方面又要找我儿子 因为太太又来跟你啰嗦 不能讲啰嗦 他放不下你 但是我眼睛就想要去 看到我儿子的形象在哪里 所以对面有一位法师说 海盗法师 我看到你还俗的眼睛 我就很丢脸 我就觉得 我还俗了 因为我又去看我儿子了 各位那你要提醒你自己 所以你眼睛看到一个对镜 你喜欢的人事物 你用什么眼神在看 那这个叫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就是说 我的眼睛现在是以慈悲 我想如何帮助他 叫观世音菩萨的眼睛 那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常讲 修行就是佛跟魔之间 一念之差 如何保持正念 虽然我们会起第一个念 来念一下 不中第二支毒箭 这是佛陀讲的 当你第一个念头中毒了 起了贪嗔痴 你马上第二个念不能再看 不能再想 这个叫修行 所以这个世间 处处让你起贪嗔痴 但是你不能有执着 而只能生起悲心 这样而已 所以除了有这个出离心 不执着 你要提醒自己 然后我要对他慈悲 这个人用一个坏的眼神看我 他想要伤害我 恨我 那你也不能起这个念头 说他干嘛要害我 你要起的是 他不了解我 是我表现不好 我很惭愧 我更要表现得更好 我要对他生起悲心 虽然他现在在恨我 我要累积更多的福报 回向给他 一直 那如果各位你每天 可以面对一百个人爱你 一百个人恨你 那你就可以修两百次的空行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而不是说 我要把经典打开 然后又开始念了 你念经典 目的是要大称佛教 以悲心做基本 是为了帮助对方而念 而不是说念给自己听 当你在念仪鬼的时候 这个声音 这个力量透过你的 菩提心的声音 而融入在地狱到 恶鬼到 畜生到 所有人类 当你在念的时候 必须如此 就像我们在念 欧玛尼伯明后 然后我们要跟六道的烦恼 断除他的烦恼 消除他的恶业 同情他的痛苦 让六道众生 一起进入到观音菩萨的世界 一起进入观音菩萨的形象 身口意 所以你要一直拉着他 所以不能间断 因为你一间断 那对方就开始被火烧了 所以这个人现在被火在烧 身体很烫 那你的冰 冰凉或是药 不能停 这个叫三昧也解 这就是我们对上师 对佛菩萨的承诺 我永远不离开他的痛苦 我们自己没有休息的机会 因为你一休息 你又必须重来 叫精进 所以我必须保持那个状态 不能休息 一休息 那你要重新 难得飞机发动了 那个发动很困难的 终于发动了就比较自由 那你不能停下来 一停下来会掉下来 所以那这些我们要去思维 那所以任何一个佛法 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说哪一个是最高的 哪一个是最低的 往往有些人说 我喜欢得到最高的是一种 最高的承担 无上于切 代表是一种最高的承担 你要以佛的状态 去承担众生的苦 那叫无上于切 但是你要追求最高的 不能够舍离最低的 就像大宝法王 他跟我说 他不吃肉 他不吃鸡蛋 他不喝牛奶 因为他在修 推广不动佛法门 这个是最基本的戒律 但是他很希望 别人能够如此 但是他不敢要求 但是我们既然了解了 我们怎么可能 他已经这样讲了 我们怎么可能不做呢 如果我们超越这个范围 说要去追求更好 那就没这么远嘛 好 对不起啊 我一上来就讲那么久 现在因为十二点了 我们有个习惯 吃五斋之前 供养三宝 再来马上也不吃给 像我前面有排位 堕胎胎儿 所有堕胎胎儿 所有死掉的儿童 我永远放在前面 因为它很容易 让我们生起悲心 因为我有过小孩子 所以这个对我非常帮助 所以我时时保持一个 对小孩子的一种感受 那我希望以对小孩子的感受 来对待任何生命 老实说 老实说 各位我们对爸爸妈妈的爱 好像没有对儿女的爱那么强 我们是因为自己有儿女以后 才感到 爸爸妈妈也很伟大 因为你做过爸爸 做过妈妈 你才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 那每个人都有这个点 那你要用什么点都没关系 像你是因为爱这狗 爱得要死 后来它死了 你哭得要死 以后你修仪轨 你就要把那个狗放在那边 它的形象 为什么 因为透过这只狗 会让你生起痛苦的角兽 乃至悲心 来修仪轨 然后你希望对待每一个狗 每一个众生 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 你最强烈的点是妈妈 那你要把妈妈的相片 放在前面 那你在修仪轨的时候 我对待所有众生 像我妈妈一样 那你就修七因果 知恩 念恩 报恩 慈心 悲心 真上意乐 菩提心 那你这个菩提心是来自于 你对你的妈妈的这种感恩 然后了解众生都是妈妈 平等 然后你才能够以这个平等的 慈心 悲心 发愿来修菩提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这个叫佛佛道通 但是我们重点不管这尊佛菩萨祖师他是谁 我们要的是他的精髓 他配合时代的一些精髓 所以有弟子问尊者在一切道法中什么是最殊胜的 这是最重要 他修行了一辈子 他修道里面什么是最殊胜的 阿底嘉尊者回答 第一 证悟无我之意的人 其实最殊胜的智者 这一点最重要 有智慧的人是很谦虚的 有智慧的人 就是看到真相的人是很慈悲的 所以刚刚讲了 无我大悲菩提心 这个无我放在前面是一个根本 如果你能够无我 你才能够大悲 你有我你就大悲不起来 自私嘛 为自己想都是痛苦 为众生想才是慈悲 才是诚佛的因 所以首先你要有无我 各位要养成习惯 今天别人骂你 你不能生气 你想说 哎哟 你骂这么用力 会不会咳嗽啊 今天有人 你车子从后面撞你 你赶快跑下车 你有沒有受伤啊 这个叫无我 一下子先看我的车子 有没有受伤 我要骂你了 虽然你嘴巴在念阿弥陀佛 那行为上就是这么自私 那无我 你必须从你日常生活 比如说 你现在医生说你得癌症了 你马上想要什么 妈妈怎么办 儿子怎么办 这还有一点接近无我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无我 当你 有人宣布你得癌症了 你马上想 哎呀 那全世界得癌症的人 赶快离苦 因为你感受到癌症的苦 身心的苦 你只想到其他众生 不想到你自己 这叫无我 所以各位这个无我 这两个字 那你要去体悟 这是佛教的精髓 禅就是无我的智慧 叫禅 那所有的痛苦 哎呀 我儿子不好 我身体生病 我亏钱 所有的痛苦 都是来自有 这个我 偏偏这个世界 没有这个我这个东西存在 念一下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你如何把这个我消除掉 这个我不过是五蕴射受想行事 那如果你能够照见 那如何照见 因呢 念一下行生般若波罗蜜多事 那各位真的要去修行 这个看到真相的唯妙智慧 你就可以超越一切圆满一切 行生般若波罗蜜多事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不要提正悟 悟就是进入你的心 叫我心叫悟 正就是你去实践 所以别人骂你 你不会生气 这个叫无我 因为你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我在被你尊重 没有我怎么有我的爱情 我的爱 我的恨呢 那各位你要得到生命的自由啊 你要进入空性 像我们出现人叫入空门 不代表我们有空性 但至少入空门来修行 希望来一天能够正的空性 我们叫三解脱门 空无相无愿 三解脱门 希望能够正的空性 所以佛教最基本就是要正的空性 像阿罗汉就是正空性的人 因为无我了 所以他不起贪嗔痴 他把这个贪嗔痴消除掉 贪嗔痴是从我来的 有这个无明我直 觉得有一个我的存在 所以对境界起了分别心 那各位你要去思维 那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我 哪有我爱的境界 这就是大乘佛教 不用消灭贪嗔痴 直接正入空性 是诸法空向 也不怕痛苦 无苦即灭道 这个苦本体也是虚幻的 苦跟乐本体都是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所以云也好 物也好 水也好 水蒸气也好 名字不一样 它本体都是一样 所以土地跟虚空 跟水跟太阳跟树 名字不一样 但是它们本体都是空性的 无自性叫空性 这个花各位都知道 它只是一个碳水化合物 它没有永恒不变的 那个花在这里面 花丢到泥土 变成一种矿物质的肥料 这样而已 那水也一样 水变成水蒸气也分析 然后进入各种 各种 这个我也一样 这个 这个身体叫臭皮狼 归土 土葬 归火葬 归水 水葬 所以这个身体 乃是心态 那根本没有真实的存在 但是佛教讲 无我 它并不是说断灭 就像阿罗汉 我整决 佛教的无我是 我的存在是依靠其他众生 跟世界而存在的 所以太阳就是我 美国人就是我 黑人就是我 蒼蝇就是我 蒼蝇就是我 蚊子就是我 因为没有它 没有我的存在 就像妈妈就是我 我一定要让父母快乐 那现在做妈妈的变成什么 子女就是我 它是从我身上生下来的 我这样照顾她 她才可以成长 所以妈妈对子女就非常执着 所以佛教也要我们孝顺 如果做子女的 不懂得孝顺 这个人就没有福报 所以这个我 这个正的无我 可以讲的太多 那各位要多看经典 金刚经 六祖坛经 大般若经 各种的大乘经典 都在讲这个无我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能光讲 光讲 而是你要正 所以为什么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比较无我 叫燕离心 对这个世间的 好好坏坏 放得下 这个也是一种无我 如果你放不下 那你怎么去极乐世界 那去极乐世界 让你正的究竟的无我 等一下 花开见佛 物无生 物无生就正的无我 因为有空性你就不会起心动脸了 花开花谢 健康生病 有钱没有 来来去去 对你来讲都是虚幻的 假的 所以电视上各位看到的那一叠钞票 你不会爱上它 因为它只是电视里面的 电视里面的再帅再美的美女 你都是假的 因为它是电视又不是真的 就做梦也一样 所以有空性的人就是 你知道人间是一场梦 电视都一场梦 你现在牵着你的太太手 儿子的手 先生的手 它都是假的存在 你说不会啊 牵着明明有感觉啊 你那个感觉也是假的 这一点要不断的去 现在各位 你不断要思维 要告诉自己 要告诉自己 不然你 你一直拜佛 拜佛师父 我天天拜佛 就希望我儿子健康一点 哪里知道他生病了 你不拜了 因为你有所求 你有所求去拜佛 就没智慧了 所以第一条 我每次都会这样讲 那是佛教的根本 所以念一下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这个叫正观 不是习观 正确的智慧 一切存在的 都是梦幻泡影 都是因缘合合 无自信的 佛教里面讲 缘起信控 一切的存在 都是缘起的存在 因缘合合 有它的善恶因果 但是它的本体 它的本来的面目 都是无自信 无自信 用空来代表 但空不是没有 你要找空 必须从有去找 这个电扇 它是一个组合的 所以它本体是空 这样而已 所以就叫 一个灵枪不响 这就是因缘合合的 没有单独存在 那第二个 第二条 最殊胜的词戒 就是心相续条路 戒不是光讲行为 戒是讲的是 我心里 强迫自己 安住在空性 你必须先接受空性 今天有火在烧你的 很痛很痛很痛 那你要一直观修 没有我在痛 真的没有 那只是一个感觉 那只是一个感觉 就像各位打坐 脚很酸 各位现在坐了快两个钟多了 脚很酸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 这个酸只是一个感觉 一下酸 一下不酸 等一下起来就不酸了 没有永远的酸 也没有永远的快乐 也没有永远的痛苦 这个叫心条路 就是你接受真理了 所以不要生气 不要起欲望 不要跟着感觉走 你看到佛像 以看到佛像的感觉 去感觉 你看到每个人 学学看 看到佛像 没有不好的感觉 只有很庄严的 甚至慈悲的感觉 这样去看待每一个人 这个叫你强迫你的心这么做 这个叫慈戒 亲 相续什么叫相续 连续 连续都这样 调柔也叫调愈 调愈你的心 不起分别 不起烦恼 所以叫心中无非 自信戒 你内心里面 没有这些不好的 你要调柔你自己 这叫最殊胜的慈戒 当然你必须从这样去做 慢慢定 第三 最殊胜的功德 局势具有饶益之心 那各位现在啊 每天都要想 如何帮助别人 如何帮着那个树长得更漂亮 如何让空气更好 如何让开车的人 都平平安 各位只要开车 那就想 那么观世音菩萨医院 所有在高速公路 开车的都平安 不要有一点点车祸 有一点点车祸 他家的太太怎么办 他家的妈妈怎么办 自己要小心保护自己 为什么 我们活着不要让众生伤心 跟我发一个愿 来 愿生生世世 不在父母前舍抱 一定要孝顺 对不对 我们要在父母面前 享受健康快乐 让父母想到我们很安慰 所以 当然这是一个孝顺的发心 那但是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想说 我活着就是要给别人帮助的 如果今天你去一个公司上班 而不是说 老板你要给我多少 而是说 我来这边 我能够对老板 对公司的人 对客户有所帮助 那你将来很快就升总经理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以利他心来做 而不是有所得的 心经每天叫我们 以无所得故菩萨萨度 不为自己 我想要帮助 所以各位 经过医院 希望他们都健康 开车 每一个住家 像美国的家 每一户都很漂亮 那我们都会捏给一下 来 这个叫大宝广博楼阁 希望他家变成最庄严的 大宝广博楼阁 凡是住在里面的 永脱离伤恶到将来往生净土 叫大宝广博楼阁 灭住 灭罪散住陀罗尼 让他们消除罪业 让他们过得很快乐 欧曼尼法吉利宏 这样 就是希望对他有帮助 每一个车 每一个人 为什么我们大山佛教一见面 念什么 阿弥陀佛 希望你成为阿弥陀佛 这样而已 希望你这辈子脱离痛苦去极乐世界 这样来成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叫具有饶益之心 什么是最高的饶益性 来发菩提心 愿众生 离苦得乐成佛 那你连睡觉都是功德 你连呼吸也是功德 你做什么都是功德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个行为都是希望帮助别人 而不想要伤害别人 不想要伤害别人 所以各位 以后 乃至从明天开始 下辈子 都不要谈恋爱好不好 要有这个心 那不谈恋爱干嘛 跟我老婆离婚 不是那个意思 是你要帮助她 而不是从她身上去得到什么欲望满足 感情上的饥渴 那是我嫁给你就是要帮助你 希望你成佛的这种心态 我娶你就是要帮助你 希望你健康快乐 将来离苦 这个是以利他的心去做这个事情 而不是一种私心 当然有人问我说 那这样就不用结了 问题是你已经结了 但是你要 问题是你动机要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你去上班 就会面对到客户啊 老板啊 产品啊 那你把产品 客户 老板员工 都是想要帮助他 那你就每天在积功德 功德不是光用钱 用你的声 眼耳鼻子的声音 用你的动机 那你每天都积很大的功德 各位 为什么要搬来美国 我要来利益美国 为什么要搬去亚特兰打 我要去利益亚特兰打 所以我来这边也做给各位做示范 谢谢您帮我安排 早上去老人夜 下午去护木 晚上大家上课 每天都在忙这个 无所求 只希望对方好 不管我们做在家出家 就是具有饶意之心 想要帮助对方 第四 最殊胜的教研 其实经常观察自心 那你要帮助众生 那你要随时检点自己 我的起心动念符不符合 刚刚讲了 来念一次 无我 大悲 菩提心 这叫归佛归法归身 这叫一心念佛 念菩提心 为了圆满菩提心 我要有平等大悲心 为了圆满平等大悲心 我不能有贪嗔痴 我要保持在平等 无自信的空性 如幻如画的我 那你要随时观察自己 有没有离开这个正念 比如说各位念一下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你要常常念啊 如果你还会发飙 还会生气 你说我不得不气 我看到他 我气死人了 你没有修行啊 我都看过法师生气 有没有摔桌子啊 法师读书读很高呢 佛学院研究生呢 敲木一敲爆 啪 别人配合不来 他就发飙了 这代表没修行 所以各位这个修行 你要练习 你要练习 观察自己 现在逆境来了 我有没有起心动念 现在诱惑来了 我没有起心动念 谁都会啊 有一次我坐车 有一位司机问我说 师傅 你看到性感的女人 会看吗 会 没有第二眼 就像冰淇淋好吃 不行 这样而已 对不对 豆浆加蛋太好了 不能吃 不能吃 对不对 因为我从小 豆浆加蛋 然后再加葱油饼加蛋 天哪 太美了 再加一点辣椒 天哪 对不对 光想就流口水了 但是不能有第二个念头 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 师傅你像木头 那就不是 没感觉 你怎么度众生 有感觉 会痛 好喜欢 好性感 好漂亮 而且你这个感觉 要比其他众生 重几百倍 你才会感受到那个苦 如果你已经麻木不仁了 那意义就没有了 但是各位你要把这种强烈的感觉 转为一种智慧 所以你要不让自己起心动念 然后你回忆下来的念头 对对方的念头是一种悲心 以后你看到帅哥美女 你马上 那么观世音菩萨 他变观音菩萨 因为你看到他很美 所以你马上把他变成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变成阿弥陀佛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心 但是念头不能随着境界跑 不能被境界拉走了 拉走了就是起了分别心 一下生气一下快乐 太痛苦了 第五 最殊胜的对峙力 即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信 那如何让自己不会起心动念呢 叫对峙 佛法叫对峙法门 什么叫对峙 你感冒给你毛感冒腰 你肚子痛给你肚子痛给 叫对峙 叫对峙烦恼 对峙痛苦 那我们就是因为有分别 这个是快乐 那个是痛苦 这个是谈恋爱 那个是吵架 这个是给我地位 那个是损害我 那因为有认为法有存在 一切法皆无自信 一切法只是一个 一个暂时因缘和合存在 像一阵风一样 各位 天上的彩虹有没有永远存在 没有 它只是 你都知道它只是一种光的组合 但是 人在很发心的时候 世界会跟着改变 你心里很平静的时候 照见五音皆空 就有五道彩虹出来了 这个世界随着你心而变了 但是你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 快乐跟痛苦癌症 都是幻化的 都会过去的 都是无常无我的 那你要 你要这样去对峙其心动念 所以转念最好的方法 刚刚讲了 念观音菩萨 念欧玛尼别没有 转那个念头 所以 最殊胜的对峙力 那就是你要了解一切法 所以各位你对每个东西都要观察 你不能被它卡住 被它卡住你就 今天我拿一张往生牌位 趁你睡觉以后放在你床边 谁放了往生牌位 钞票咧往生牌位 那是功德 如果放一张一百块 太好了 事实上一张一百块美金 跟一个往生牌位 哪一个有功德 往生牌位 你超度它 但是因为你有分别 事实上它只是一张纸而已 那纸上写着死人的名字啊 那你楼下 你床底下一只死蟑螂 你都不怕 因为你有分别 所以 第六 最殊胜的行为 即是与世俗人相为 别人吃肉你吃素 就这个意思了 那这个才是最殊胜的行为 修行 所以各位修行以后 各位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让别人觉得你是像莲花一样的 清静 慈悲 所以 别人 像别人抽香烟 那你就记得做烟供就好了 他抽烟 提醒你做烟供 给烟鬼 回向给他 但是不要随波逐流 跟人家计较 比较 对你们一 第七 最殊胜的西地 即是烦恼得意 西地就是一种进步 一地到一地 从一楼到二楼就是一个进步 西就是圆满了 那就是你进步了 所以各位 我每年来一遍 你要看看海涛法师来 每年有没有改变一下 不是光老了 我也会观察你有没有改变一下 有没有 本来会生气的 现在不生气了 本来会有什么想法 现在没有了 反而生起更好的想法 这有意义 但是各位 你能够在亚特兰大 我认为说 那是福报 但是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边插花 在那边做那些没意义的 那就浪费了 对不对 你要想 只有两个事情要做 来 征服烦恼 圆满大悲 就是一静下来 就是要征服贪嗔痴 要挣得空性 第二个想的 有如何去帮助众生 有没有做了一些 帮助众生的事 所以有个居士就问我 师父你们 干嘛这么累 一到普贤士就要点烟供 然后进来又要点烟供 刚下午不是又点了 我说我最好给你点了 明天还在冒烟 因为一直利益众生 因为你能够做的嘛 水也好 香也好 最主要是 能够饶益众生 第八 最殊胜的神通 就是欲望减落 你本来爱漂亮 本来好色 本来很喜欢吃肉 很喜欢喝酒 那现在呢 没有 只喜欢看佛经 只喜欢帮助别人 这就是神通 末法没神通的 末法没办法 末法就算是谁 都要舍弃这些 用凡夫的智慧去帮助众生 但是 所以末法最大的神通是没有欲望 只有愿望 没有欲望是小秤的 愿望是大秤的 去利益众生 就是不会了 所以各位不要吃的太胖 代表欲望 我发觉到美国来 胖成那个样子 那是太过分了 那你如何不胖 当然要吃少一点 还懂得运动 这也是一种进步 所以我想 让自己越来越没有贪嗔痴 第九 最殊胜的布施 没有贪子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看一下 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包括你的生命 都供养给众生 供养给三宝 供养给众生 好不好 各位把你的生命 供养给佛菩萨 把你的一切供养给众生 没有自己 不要想自己 我的婚姻 我的快乐 我的地位 我的钱 不要想这些 所以根本就没自己的 所以我们布施 才可以把自己的观念消除掉 我的贪子 我的吝啬 消除掉 这是最殊胜的布施 最后一条 最殊胜的戒律 就是内心寂静 就像各位现在 寂静不是不干嘛 就是没有贪嗔痴 只有佛法 叫寂静 我内心里面 只有想到极乐世界 怎么样去救 像我每天都要观想 来 救螃蟹 救龙虾 救牛 哦 我要观想 因为我们有国际放生 国际研工 24小时都在作业 念佛 诵经 持座布施 便当 点灯 点灯从去年到现在 还不到两年来 1720万 1720万斩 随时都在点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功德 这样可以劳逸众生吗 可以回向给众生 所以内心寂静是 没有自己的贪嗔痴 只有如何去累积功德去帮助众生 没有贪嗔痴是智慧之良 一定要累积福报叫福德之良 你才可以利益众生 不能光追求自己 所以愿3亿的美国人都能够离苦 愿14亿的中国人都离苦 愿整个地球的人类都离苦 不但是人类 那些第一道轨道所有的动物 所以这个叫寂静 寂静就像镜子一样的亮 却显现一切 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圆满 所以各位 像美国这种房子叫寂静处 寂静处就是没有干扰你 不会起心动念 但是你在想的是 我如何去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难得住到这种 美国人的享受就是安静的房子 那你要藉由这安静的房子修行 利益众生就不会浪费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鸿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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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33-031-0553 1月19日星期五 上午10点 苗栗红法禅院 护生 点灯 供水 要拱 即慈悲世事法会 点到电话 037-991-513 1月20日星期六 三代祖师圣诞 大函 上午8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点到电话 04-2238-9987 1月21日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点到电话 04-2238-9987 1月22日星期一 上午10点半 台中泰安慈悲经社 佛像开光 点灯 护生 舒适响宴 要拱 即慈悲超度法会 点到电话 0961-107-385 1月25日星期四 要师如来书圣宫的日 善喜与二行城一千倍 上午8点半 彰化园林国小 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要共即甘露实施法会 点到电话 04-837-8206 04-726-5266 1月26日星期五 贤节千佛书圣功德日 善喜与二行城十万倍 上午10点 云林观音讲堂 岁末要师祈福法会 点万灯 供万水 护生 要拱 舒适响宴 祭慈悲实施法会 点到电话 05-633-1565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台南东关国小 八观灾解 护生 供万灯 供万水 即甘露实施法会 点到电话 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1月28日星期日 上午10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 南区联合举办 岁末感恩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拱即甘露实施法会 点到电话 07-556-9911 07-722-1749 07-221-2323 1月30日星期二 念贤节千佛 持战储罪一千节 下午2点 屏东恒春朝英寺 点万灯供万水 要拱即慈悲超度法会 点到电话 08-889-5787 07-556-9911